下午一场大雷雨来得又急又猛 不仅基隆市中心下起了大雨 行人来不及防备 纷纷找地方躲雨 中央气象署下午3点23分 针对北北基发布了大雷雨及时的讯息 及时来的大雨 导致了七堵 堵南街一处铁道寒洞 积水大约50公分 一辆拖板车想要强行通过 没想到却突然抛锚 那所以轮胎1分1分1还不到 所以想强行过就对了 那轮胎都过啊 你看前面一台过你就想过 对啊 驾驶的司机 因为他是要往他们厂里面送货彩 要进去里面休息 他看对象的车辆也是连接车 总共有两部也涉水已经通过了 他就看这场景通过 结果他在一半 他在一半的时候才发觉到他车辆 就抛锚 因为这个司机已经滋生了 他有警觉到他车子 那个熄火之后就不能再发动了 就是在原地做等待 警消在下午3点半接获报案到场 协助交通管制 并拉起了封锁线 金融市长谢国良在得知之后 立即赶到现场了解处理情形 今天歇息的会下雨会下的比较大 那希望大家自己要做好这些安全 有些易积水路段就不要硬去冲 我们的紧急处理的方案 大家要操练一下 如果有积水就要赶快来协助 然后尽量要赶快有排水 要做得好一点 不过因为现在都极端天气 所以有时候强降雨这种 我们还是要费点小区 大雨来得又急又快 好在寒冬的积水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后 逐渐退去 突反车在拖车的协助下 顺利脱离现场 危机解除 记者 黄绍铭 金融报导